- 劉新洛克人的聯名活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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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萬眾矚目的劉新洛克人聯名活動 - 劉新洛克人聯名活動 - 終於正式上線了 - 今天就讓我來為一些 - 還不是那麼熟悉劉新洛克人系列的朋友們 - 做一些解說吧 - 劉新洛克人的故事發生在非常遙遠的未來 - 那是一個科技非常發達的時代 - 電腦網路已經全面升級為電波傳輸 - 整個世界充滿了肉眼看不到的電波 - 只有帶上了特殊的Visualizer - 才能看到那些電波道路 - 在高速進行所有的資訊傳輸 - 在那個年代為了探索外星的生命體 - 他們透過一個名為Kizuna的太空站 - 向宇宙發射了電波 - 而太空站卻因為不明原因而墜毀 - 而在太空站上工作的正好就是主角的父親 - 他也因此而下落不明 - 直到有一天 - 主角他遇到了一個來自外星的生命體 - 並且和主角融合成了電波人類 -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洛克人流星 - 兩人開始合作 - 想要對抗那些想要侵略地球的外星人與病毒 - 而閒情音符則是女主角 - 想美空和外星生物Hard融合而成的電波人類 - 美空原本是一個明星 - 但因為受不了外在的壓力 - 而將他所獲得的能力用在傷害他人身上 - 而此時主角發現了這個狀況 - 並及時制止他 - 才沒有讓傷害進一步的擴大 - 其實流星洛克人的世界觀和設定真的都非常的有趣 - 除了真實世界和電波世界以外 - 你還能進入電腦世界 - 利用電波還可以把你傳輸到非常遙遠的地方 - 如果你是流星洛克人的鐵粉 - 現在可以馬上登入Rockman X-Dive - 再度重溫當時的感動 - 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 - 我們下次見 掰掰